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C加三的跑道 继续1点整 就开跑这个头场 先和大家讲讲今次的多保 因为今次相当多的累积 先来就是3T六环彩那边 3T有180多万的累积多保 另外六环彩六保长 亦有240多万的累积多保 还有四连环及四重彩合併彩池 分别是第六场和第十场 各自加了80万内 让大家玩一玩 今次赛事当然 我觉得关键就是天气 因为近期大家都知道 广东省这个地区的雨势相当大 所以昨天重发集都要取消 退到今早 香港今早晨操也曾经延迟过 所以跑道的状况 特别是泥地相当差 到时大家要收拾 天文台说 礼拜日继续大雨 除了人之外 莫雷拉停赛 有一只马都刚刚退出了 对 没错 你不说我都忘了 新鲜滚热 八场四 你知我胜 这一场就没有马保入 只有11只马跑 另外也说说这个骑士形勢 刚才浩然也提及过 今次关键就是莫雷拉停赛 我选了哪两位呢 先和大家看看 主力是潘顿 因为他跑了十只马 其实也拿了很多实力的坐骑 另外选了一位就是梁家俊 但我相信梁家俊 要做到骑士王就不容易 他再加上退出了你知我性 更加小籌马 但你细心点去看看他那只马 其实每个都是各具分量 例如智友营 莫雷拉跑开的 梦幻人生泥地很厉害 月球今年三远 梦巴黎也是赢开的 大小智库都是越跑越近的 所以我想大家 就算不奉梁家俊 騎士王也好 各别长期拖拖他 我相信都会交到一些表现给大家 另外停赛騎士除了 刚才说过的莫雷拉之外 还有周俊乐和潘明辉 至于养伤騎士 继续是杨明伦 如果不善忘的 都会记得 如果是在莫雷拉停赛的时候 潘顿是试过瘋狂数虎 看看继续下来 是否会这样 至于马房方面 大家都知道 罗富泉和蔡若翰之争 相当激烈 目前是罗富泉领先一场投马 71场 蔡若翰70场 紧随其后第三位 就是高冬妮 看看到时高冬妮 而选择了两个马房 刚才说了 罗富泉也好 蔡若翰也好 都是战意鼎盛 选择了苏保罗和韦达 虽然他们出马 其实不是太多 苏保罗下半场才开始 但也有些不错实力的马 拿出来跑 另外是韦达 总数有四只正选马 打王牌 就是第六场的长盛霸区 另外第八场 协晋神区也打王牌跑 再数内第一场有阳明冠着 另外第九场竞力十足 其他特别东西就不是太多 当然了 刚才正如刊所说 天气状况 如果你看到天文台 预测天文台也对 这次一早已经连续告诉你 几日前下雨 星期六日都一样有雨 到时真的要看清场地状况 特别东西不多 由第一场赛事看戏 五班千二 状态fit的马 分别有四匹马 三匹大帽子 四匹马 玉城精彩初代开逢眼罩 扎利照旧 另外九屋平山新星 除眼罩 初代棉枯 先看见那一只极爽 外面那一只月峰云 有时有些马追赶一下 场地有些变化 极爽就好像肯走 他都没问题 始终四个五班 是有一定的优势 好 再来二鹅马 聖杖飞腾 这只马 神操一向的跑枝和走龟 其实他都不太漂亮 再加上下着大雨 显得更加不顺畅 阳明冠着 这只马上重发 其实他的状态是维持到 挺好的水平 五班 是比较聪明的马 又能够到一个不错的档位 外面那批 当然这货帕跳走 接着看一组 这一周试集有几只马有份跑 前面大世之夫放头 中档肉成精彩 走出的中外档 就是第六场的后备马 叫做为你钟情 那只是R1 即是后备一 这一组集 我们之前都没看过 就是看那只六支 但结果那只马 出了来加眼罩 就留不到那只六支 大世之夫就顺着跟 回来就按住 维持着走势 相反那只肉成精彩 我觉得近期的走规 僵厚比之前更好 可能是一只年纪 不太大 而且之前没有什么被用过 这只肉成精彩 因为你也知道 本身的僵厚会较重 这只近期都密密跑 电讯飞弹 内圈夺破为主 不过可以见到 体型和身形 确实是相当吸引 他都稳定了 几场都跑得接近 甚至赢过马 好了 向上游 有时你逗得他的僵厚 比较英俊 他没什么 因为你见到外籍作手 都给他长一点僵厚 只是意图扎利 你要留意 之前又用什么配件 让一只马 转一点 这只是小玩家 前天早上出跳 其实那些跑肢 都不是认真很漂亮 给了一个眼罩 但走势也叫爽朗 出赛频率就不是很正常 上次赛前 也有一阵没有上阵 好 接着是合金之星 回到重化 上次捐集 退出 但这马的操练 慢慢再回 试了很多大集 在重化 但我觉得这马在重化 试集的表现一般 平山新星 这只我们经常都长期赚的马 早上出跳很聪明 跑到中央跳 也很聚精会神 整个步出过来 都很爽朗 很齐整 接着是《众星》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看头 一落场又没有 晨操里面 又不觉得有什么变化 都是看一看 至于这只 亦都是伊布的细琳把马 挺瘦精神 早前 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 都记得 我们都说这只马 稍微好了些 上次也叫他跑了第三 但他不是太聪明 现在是定了些 好了 接着是《圣王》 我记得《众星》 曾经跑近过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步伐 有时是很凌乱的 如果大家看看 之前他有试过的直路集 那些疯狂换脚 那时的概念已经进入了路 即使你过了谷集 都可以转弯 出脚 但是肯定是觉得 他只是年轻 但要看到更多些 看看他其他出调 就是这一货 今天拍那只威力起落草地 星期一朝来的这一货 今天威力起 近镜74那只 至于他这一货 拍草地就遮住了 就看得不太清楚 一直都盯着 好了 再看看这些 可能不是五班那些马 那你又是否进步了很多 其实我不觉得他有什么 和支持很大不同 只不过 有时四降五 你看到当家信心 那些真的可以立即赢得 是的 不同路程来地都赢了 那只开心有利 这些其实都是降班马 只不过他的缺点 就容易些紧张 情绪差点 头场的赛事就五班千二迷 我觉得这一组 虽然是五班马 但那个状态 很多马都看得挺漂亮 但我觉得连赢位 都有个范围 也不算很复杂 其中一只 我觉得五号的电讯飞弹 必定要选 今年你见这只电讯飞弹 改善了的地方 就是出闸 以往它出闸一定不行 但今年出闸 尤其是落在涉恩手上 可以前可以守好位 所以对于五班马来说 它就较为杀食 你说疲了没得说 但近期的表现 是没得飞去的 其次是三 这些问题就是健康 它以前曾经试过气管有血 所以这些马能否交出水准 希望它健康没事 其实它绝对够赢 这只阳鸣冠雀 另外的马 我想四有少少进步 浴城精彩 特别你看它近期落草地 有一货跟扣类 它没有特意过头 纯粹钓在它后面 但是马的走规 僵厚 比起以前我们所认识的浴城精彩 就稳定了走势 更好一些 是的 有时有些马力 因为想寻求一些有不同的马 譬如浴城精彩 我是觉得 僵厚上面好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六号向上游 它交为有不同 就是上次不是打搭跑的 又说原本想拿保护强 结果又要隔一个星期跑 但其实今次它将交叉被沽 除了它 脖子可能僵性又不同了 脖子也跑了 脖子没有之前那么重 或者遷就得到 扣长一点 脖子走得舒服一点 它就不会跟你斗那么多死力 因为它本身是年轻 它试过有走势 另外有两个脖子很相似 一只圣像飞鸟 一只小玩家 当然圣像飞鸟的跑肢 比腰还一样 我觉得腰好像一样 和小玩家差不多 你看这部分 合金之星不知为何试集 就不是交到我自己觉得 应该有的水准 另外平山新星 我觉得这只马 维持得很好的状态 其他有传名的 你都要知道 三阳明冠着 十一 听寿精神 这些要因应直播率是如何 好,第一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